继续来种花 这一次要种的就是这个令剑荷花 它的这个金钢扁平的 非常像令剑 它开的花又非常的像荷花 可能这是它叫令剑荷花的一个原因 如果你非常喜欢荷花 但是家里又没有这么大的位置养的话 强烈建议你养一盆这个令剑荷花 因为它不但不占位置 而且还非常的好养 因为它是仙人掌科的 仙人掌有多好养大家都知道吧 现在就去给它挑一个盆 仙人掌科的植物都是耐旱怕捞的 所以用的盆的透气排水性一定要好 最好用这种泥盆陶盆紫砂盆 然后就是这个大小 大小就要根据这个植株的大小来选择 我这两棵属于这个小苗 我就用口径14厘米的这个陶盆来种 现在看上去还有点大 但是这个令剑荷花长起来是非常快的 所以用这样的盆是比较合适的 接下来就是配土 这个令剑荷花喜欢这种肥沃 疏松透气排水性好的土壤 一般常用五份辅液土加三份泥炭土 再加两份骨壳炭配置来种 我就用自己配置的这个多漏土种 这个盆底我都已经垫了一层这个槽里 然后加点土 想买这个土的话 可以微信搜一搜立下原意 就可以找到 再把它释放出来 我买的这个令剑荷花是带根的 直接挣就可以 再加点 把它四周按紧 再种下一颗 这样就种好了 再给它们浇透水 因为我的这个是有根的 然后又是这个干土上盆 就要给它浇透水 如果是用这个草土上盆的话 就可以隔几天再浇透水 浇透水之后 再把它们搬去缓苗 现在是阴雨天 我就把它放在这个地方缓苗 缓一个星期左右就可以 和声带关键 所有的汤 所以 这也是 这种汤 这个汤 完成 我